同學同學們收看我們這次的教學內容 在直線排列當中老師一再強調 直線排有三大考題 第一大考題相零不相零 第二大考題排列有限制條件 第三大考題數字問題 老師這邊來介紹一下排列有限制條件 我限制假排首位假不排首位 麻煩你把這些方法找出來看行不行 來我們看一下第一小題 好不好我們慢慢一個一個介紹 看一下第一小題 他說假一柄等六人排成一列 求下一列各排列數方法 第一小題問你全部方法怎麼算 六個排列直接幾階 六階算出來多少 720這樣行不行這沒有什麼爭議性 再來第二小題 假排首怎麼算 他那排列有限制條件題目 好不好麻煩你像這一題 六個排列我規定假要排第一個 對吧所以說這時候我就畫六張位置出來 這樣行不行你才知道誰是第一 誰是第二嘛可不可以 所以說不知道排列有限條件 他說六個排列我就把它當做六張位置 六個人去做下去想這樣行不行 好這時候假排首怎麼算 我們像這種題目齁 排列數字當中有一個不成為的現象 麻煩你從最麻煩開始左手 誰最麻煩講 假數我一定要做到第一個 否則我不甘願 所以說這時候最麻煩的是誰 講所以說先把這種最麻煩先解決掉 這樣行不行 假數我只要做第一個好假乖 你先做第一個集中旋律性 一種先叫他做好來不要動 剩下幾個人 一、丙、丁、五、幾 幾個人 五個人 剩下五個人做 一、二、三、四、五 五個位置 剩下五個人隨便做之後 後面這五個位置幾階 五階 所以乘起來多少 一百二十 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喔 第三小題 假不排首一樣 我先畫六個位置出來 假數我不要做第一個 哇哇哇哇哇誰最麻煩 假最麻煩嘛 假喔 所以說假不要做第一個 那沒關係 不要做第一個就不要嘛 所以說老師問你假剩下其中旋律性 一、二、三、四、五 其中旋律性 五種旋律性 這樣行不行 假做其中一單 好不好 假做下去了 假做下去之後剩下幾 以丙、丁、五、幾 做 一、二、三、四、五 剩下五個人做 剩下這五單 以置幾階 五階 這樣行不行 所以乘起來多少 好 六百 是不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 所以說乘起來多少 六百 OK 再來 第四小題 假排首 而且乙排尾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一樣 我們先畫六三以出來 假排首 而且乙排尾 告訴我誰比較麻煩 假還是乙 還是一樣麻煩 一樣麻煩 新排假 新排有沒有差 沒差 所以說質量一樣麻煩對不對 假排首而且乙排尾 所以說告訴我先搞定假還是先搞定乙 都可以 好不好 我們先搞定假好了 假做第一個幾種 一種 好不好 假做第一個 做好來 幾種 一種先叫假先做好來 乙 乙做最後一個幾種 也是一種 這樣行不行 乙做最後一個 做好來 剩下幾個人 丙丁物己 幾個人 四個人 做中間一二三四 幾個位置 四個位置 剩下四個人做四個位置 幾階 四階 出來了 把它撐起來多少 二十四 這樣行不行 以後再來第五個小行 假不排首 而且乙必排尾 問題怎麼算 告訴我一樣 這時候六個排一列 這時候一樣 先畫六個位置出來 告訴我這時候 假比較麻煩 還是一比較麻煩 你要講清楚 假比較麻煩還是一比較麻煩 假什麼意思 假說不要做第一個 假不要做第一個 選擇性是還是很多 你說我跟你講 我講最後一個 假還好 假說他不要第一個 不要第一個選擇性還是很多 所以說告訴我這時候 誰比較麻煩 乙 所以說先搞定好不好 乙做最後一個 方法幾種 一種 這樣行不行 先叫乙做好來 乙做好來 乙做好來是在看假 假說我不要做第一個 不要做第一個 所以說假選擇性剩下 一 二 一二三四幾種選擇性 四種選擇性 這樣行不行 假做了其中一張了 剩下秉丁物體做 一二三四四個位置幾階 四階 乘假多少 九十六四出來了 可不可以 有同學說 老師 我一定要先搞定乙嗎 我先搞定假可不可以 來老師舉個例子 好 乙 假不排手 而且乙不排位 老師我可不可以先搞定假就好 也可以啊 那你看 搞定假會比較麻煩怎麼說 你看 假不做第一個 假不做第一個其中選擇性 一二三四五 五種嗎 不對喔 為什麼 如果說你要先搞定假好了 假不做第一個的時候 假這時候必須要保留 最後一個位置給誰 給乙 所以說假選擇性只有 一二三四 只有其中 四種選擇性 這樣行不行 假做了其中一個之後 對吧 以做最後一個其中 一種選擇性 以做下去之後 剩下秉丁物己 做剩下四櫃子幾階 四階 所以乘起來一樣四階 九十六 這樣行不行 但是用這種方法 好不好 不好 為什麼 你不小心假不排手下去之後 哪在一二三四五 不小心就數到後面去了 對吧 所以說用這個方法 很容易數錯 所以說我還是按照習慣比較好 假不排手 以不排位 先把這最麻煩的搞定來之後 再去搞定夾 這樣行不行 剩下四個隨便做四階 這樣會比較安全 這樣了解我意思是吧 各位可以齁 好我們先到這邊 先把它整理一下 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我們再休息一下 我們再繼續 OK